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在这黄金年代,不少有志气有远见的华裔商人 凭借刻骨耐操劳的精神,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在往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发展家业,积累财富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一代 在国家经济腾飞的年代,也让家族事业在上海上享受了第一波时代红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老前辈都推出了马来西亚商业舞台 现在还在一线战场的第一代企业家已经不多了 还在上海拼搏的,像是金师集团的钟廷生 成功集团的陈志远和权力集团的谢松坤 然而新闻媒体上线少报道的是 不少企业都已经进入交棒下一代的程序 发展历史更为悠久的企业,更是已经筹备把家业交给第三代继承人了 比较著名的例子,像是林布生集团,杨宗里集团,风龙集团等等 都交给了家族第二代在运营 他们虽然家族显赫,但是意义线少出现在大众眼前 除了以上提到的老一辈经营者 不然百科团队也好奇 有没有三十几岁就开始继承副业的第二代 因此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一起来研究 马来西亚年轻一代的豪门子弟第二代 看看他们是否正有实力继承家业 还是迫不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最终将家业败光 尤其是视频的最后一位 他甚至不是集团创始人的儿子 而是子子出生 他又是怎么凭借实力盘上家族权利的最高峰 他们家族所经营的产业 可是排名全球第一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五位线少露面的华人企业第二代 最真实的成长经历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著名房地产开发商 绿圣市的大公子刘天雄 第七副武卿 绿圣市创始人刘启胜 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 他用了28年青春打造的十大集团 SB3 被马来西亚政府吞噬并购之后 就带着一众高管离开 创立了今天的绿圣市 而作为刘家长子的刘天雄 22岁时就被委任成为集团执行董事 如今年仅30的他已经是集团副总裁 刘天雄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 在考货商业学士之后 进入大马银行立风资产短期实习 他毕业之后原本无意回到马来西亚接管父亲事业 但是随着十大公司被政府筹购 因而转念回国协助家业 其实刘天雄在十多岁时父亲就会让他陪同参与公司的一些会议 而他意义从中学习到父亲是怎么样处理人际关系和讨论项目进程 也许当时的他对一些信息依然一直半解 但这也奠定了日后在这领域的发展基础 父亲刘起胜不仅严格对待自己 对于未来的接班人同样基于厚望 不允许松懈下来 因为他认为儿子的起跑点既然比别人更胜一筹 就必须比别人加倍努力赢得下属和长辈的认可 才有资格当接班人 如此年轻就当上副中裁 即使背后有父亲的支持 刘天雄依然面对很大的压力 做得好被视为必须 做得不好就要被视为挂名复呆了 第二位给大家介绍的是 先少出现在大众眼前 立洋机构三公子陈永泉 立洋机构Tropicana 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创始人陈志诚 其实是Berjaya集团陈志远的弟弟 而两人只差了三岁 而陈志诚的五位孩子当中 都在立洋机构工作 在这么强烈的兄弟竞争中 排行第三的陈永泉 至2015年就被任命为 立洋机构执行董事 并在2017年担任董事经理 目前只有30多岁的陈永泉 不仅拥有伦敦经济学硕士学位 他还负责指导集团的战略规划 和业务拓展活动 事实上立洋机构的前身是 陈龙机构 由父亲陈志诚在1979年所创立 而在2013年集团才正式更名为立洋机构 除了房产业务 立洋机构还手握 吉隆坡的五星酒店W Hotel 槟城的Card Yard Marriott 旗下的物业品牌还包含Tropicana Inda 国际学校和Tenby国际学校 第三位是广耀锋 他的父亲广汉光是马来西亚最大殡葬企业 富贵集团的创始人 广耀锋毕业于澳洲墨尔本金融会计学士 毕业之后在KPNG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到马来西亚帮助父亲家业 现年46岁的广耀锋目前已经是富贵集团的一把手 出生于1978年的他是父亲所有子女当中 最早见证父亲一手建立起殡葬事业的人 父亲最穷困潦倒是他才7岁 当时还需要担任大哥的责任 照顾好弟妹 不让事业处于开荒期的父亲增加烦恼 广耀锋在念小学时每个周末都会陪同父亲 前往世毛月的富贵山庄墓园考察工程进度 漫天封城 黄泥纷飞 无数的挖泥机 腿土机 在50某面机 三前三后工作 然而就是这些机械盒一砖一瓦 建立了世毛月富贵山庄 拼臭成为了富贵集团兵葬业王国 2019年父亲广汉光把集团一把手指尾交给了广耀锋 如今富贵集团已经是亚洲最大的殡葬企业 单单是占地500多阴谋的 神文叶富贵山庄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私营化墓园 除了马来西亚的多个墓园 台湾分行还包含了印尼的雅加达和棉兰 泰国和新加坡 接下来这一位是家族第三代接班人 80年代以前的人认识他是一位他的爷爷林巫统 90年代以后的人认识他则是因为在2020年 收购了著名的夜店ZOOP集团 他就是今年不到40岁的林巩辉 目前是云顶集团副总裁 他也是云顶创始人林巫统的孙子林国泰的长子 作为云顶集团的继承人林巫辉 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 在加入家族企业之前 他曾任职于汇丰银行 但没过多久就被父亲交了回来 2009年24岁的林巫辉 加入云顶香港旗下的邮轮公司工作 直到2018年随着父亲邻国泰的交棒 第三代接班人才服出水面 然而林巫辉当时所经营的邮轮业务 在2020年新冠期间受到严重冲击 云顶香港庞大的债务问题也因此浮上台面 最终林巫辉掌坨的云顶香港宣布破产清盘 林巫辉也辞去了云顶香港副行政总裁一职 这疫情确实让他上了宝贵的一刻 2020年则是宣布以4500万令吉收购了ZOOP集团 并通过ZOOP品牌继续经营夜店、餐厅和酒吧业务 同时集团还陆续开发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与Jordwood Arana酒店和度假村 虽然林巫辉一直被视为云顶集团的接班人 但实际上他还有两个弟弟都在家族结工作 二弟林巫汉在英国修读旅游管理之后 代表云顶集团与24th century洽谈合作 并在2022年宣布进军健康保健市场 三弟林巫瑞在英国修读建筑学后 2015年加入云顶香港 负责邮轮公司的策划和管理 热爱时尚的他日中于身材管理和拍照 经常乘搭私人飞机到处工作旅游 最后一位给大家介绍的是 全世界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商第二代继承人 事实上很多人都不知道 全球最大的安全套生产基地就在马来西亚 而在这当中 K-REX正是市场的龙头玩家 全球知名品牌Nurex和One都是由K-REX供应的 公司每年生产超过50亿支笔运套 事实上K-REX康乐集团是由无视家族在1988年 于Rover创办 当时只是一家由家庭经营的橡胶加工厂 然而在80年代全球原产品大跌期间 他们决定转型往笔运套发展 虽然前面几年并不容易家族产业几乎破产 甚至拖欠了一年多的租金 庆幸的是K-REX即是转型 业务开始恢复 随着业务的扩展 K-REX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增加 客户来自130多个国家的政府 被政府组织排合零售商 现年44岁的K-REX CEO 吴明杰是无视家族大股东的侄子 他除了直接持有4.6%的股权 还间接拥有了K-REX 17%的股权 他在澳洲新尼大学经济学毕业之后 于1999年加入家族企业 随着集团的发展销售额从当年的700万令吉 增长到了今天的3.5亿 吴明杰可以说是一大工程 从营销起步再进入物流 国际业务和品牌开发 靠实力一步步在家族企业成为CEO 可以说是陪着家族企业一起成长的头号人物 视频的最后 我想说啊 虽然他们都是出生豪门 但是亦需要透过家族内部的竞争 从众多兄弟姐妹当中竞争胜出 才可以继承家业 在听了以上五位豪门第二代的故事之后 你有从中学习到什么细节吗 你还知道哪位实力派的企业第二代吗 留言告诉我们吧 也欢迎你把这期视频分享给生辈的朋友 这里是华人百科一个关于华人和竞争的频道 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探索更多被埋没的华人故事 记得订阅我们 我们下星期再见